杨县为了复兴扬州可谓呕心沥血 自上任杨县之府以来 他吃住在家徒四壁的破庙 不分昼夜率领全体官民脱贫攻坚 然而就在这个紧要关头 城南梁库竟然丢失了200斤盗种 杨县怒了 直接在杨县开启了一轮扫黑风暴 立刻去查 一积极往下追查 一直查到库房的每一个手艺 日落前必须把盗种下午给我扎进住 秘书鲁明一办案也够迅速 下午就将丢失的盗种查了个水落石出 原来盗种是被南宁主部送善言给私吞了 他用偷来的盗种换了两斤散酒一只烧鸡 已经都吞到肚子里去了 杨县得知后大发雷霆 怒斥送善言真是胆大包天 眼下物资如此匮乏 竟然敢中宝私囊摊莫盗种 老虎不发威 你们都以为我是哈喽开蹄猫呀 我要他是怎么吃下去的 就怎么给我吐出来 鲁明一身至杨县杀罚决断 于是赶紧向他求情 说这宋善言平时做事还算勤勉 主要是因为咱们大明公司的员工 实在穷得很稳定 估计他也是一时糊涂财磨到种的 希望杨县这次能放开一马 面对鲁明一的求情 杨县直接搬出了朱元璋惩治贪官的案例 至正17年 朱元璋还是无王的时候 火器营的一名百夫长 贪没了属下五十粮军饷 当朱元璋知道此事后 一不杀他 二不罚他 却下令那个百夫长 同所属的百味兵勇持刀相拼 只用了半炷香的功夫 百夫长就被碎尸万段了 由此可见 朱元璋惩治贪官的手段 极其残忍且极具创造力 在这方面杨县可谓是朱元璋的知己 而此时此刻他也正需要树立一个榜样 以震慑官民激励士气 紧接着杨县 便让那民主不跪在了衙门前 并当众宣布了他犯下的罪行 然后下令把人装进麻袋胡活闷死 这还不算完 他随即让杀猪的屠夫包了人家的皮 再往皮囊里塞满稻草 做成一个稻草人挂在官府门前 以此警醒所有官员 杨县这一举动立马轰动了朝野 作为老师的刘伯温简直不敢相信 自己的得意弟子竟会变得如此狠辣 由于刘伯温是杨县政治上的领路人 而杨县这等做法已经属于先斩后奏 不按律法行刑了 所以他怕朱元璋得知后严惩杨县 便决定先到朱元璋那弹劾他 可让刘伯温意想不到的是 当他刚走到大殿门口 就听到里面传来了朱元璋的笑声 刘伯温大为不解 随即怀着忐忑的心情走了进去 而当朱元璋看到他时 更是笑得和布隆嘴连他一起夸赞 朱元璋原本以为刘伯温掌管的 汉灵院都是一些儒雅之事 可这杨县办起事来 却比刑部的差异还要狠 这就让他以后不得不对 汉灵院刮目相看了 听了朱元璋的话 刘伯温长出一口气 那老板说什么就是什么吧 只要他开心就好 而随着朱老板对杨县的不断嘉奖 杨县的好日子也终于来了